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9月10 刚才看到海外的网站上 有一篇文章引用 自由时报的一篇文章 讲到什么内容呢 讲到习近平在这次表彰大会上 也就是昨天 那么习近平在讲话的洋洋万言 其中引用了很多这些漂亮的词句 因为中共到了现在统治的末期 非常需要谎言 谎言的标志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漂亮的词句 漂亮的话语 美丽的语言 来渲染防疫工作的重大成果 取得成就等等 其中讲到说是 有一句话是这样讲 世界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这句话还是一个心灵鸡汤的 还是非常 这个比较 比较漂亮的一句话 这个很多人都知道 那么他用这话来表扬什么呢 赞赏那些 这个在防疫工作当中 类似一下 宗南山 陈薇 这样的人 这是他的想法 他只不过是利用了这个词句 那么这个词句来自于何方呢 我看到这篇文章当中讲 说是美国之音报道 是流亡海外的 由于香港反送中心当中的一笔年轻人 这个他披露 说这句话 是他是原创 这位姓李的这个年轻人 他说是他在2015年 所谓的哥哥 他哥哥叫李正希 这个参选的时候 他苦思冥想 就搞出这么一个表语口号 一个广告词啊 概括的非常准确 形象生动 这个一目了然啊 这个确实是不错 那么现在很有意思 就是为什么 这句话变成了这个 习近平的 万字长文当中的 一个 这个谬语 一个金句 什么原因 习近平为什么要引用 反送中运动当中 学生们的创作的语言呢 就网上我看 人们都在议论这个事情啊 而且这个 这个李 姓李这位年轻人呢 他这个在自己的脸书 2019年10月29号 还贴出一张照片 内容就是一面墙上啊 写有这个字 世界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 凡人的这个标语啊 你想那肯定呢 就是说这个 习近平本身 我认为他不可能去 这个 去看这张照片呢 不相信啊 为什么呢 你只有在体制内啊 你工作了很久 而且给领导写过讲话 多少的人 你才能知道什么呢 共产党的各级官员 他们在会议上 讲话那个 讲话稿 怎样产生的 就产生的程序啊 过程是什么 这个完全是什么 就是一个中共这种 政治制度决定的 往往是 你在一个部门 做领导干部 但你未必是 这个很有文化水平 大部分啊 都是温茫 那么近些年来啊 由于 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啊 后来上的这些领导干部 改变了这种状况了 一般来讲都有 这个 就学历了啊 甚至有的就是 那是精英了 又是博士硕士 这个当然自己来写 这种讲话稿也没有问题 但是领导很忙啊 一个是很多领导 这里文盲 一个是呢 即使有文化水平 但是也懒得去写 你想秘书一大帮子 这种 这个政治体制 只要你当了个官 都有助手 中国的这个劳动力也便宜 这个人负于世 部门是 这个非常多 这个所以说 你找几个助手 给你文人啊 文章写的好的人 来当 这个配角 跑腿啊 给领导搞财教 这个非常普遍的 你看市政府也好 市委也好 都有一个部门 一两个部门 专门来写作的 你比如说 市政府有综合处 综合处那些工作人员呢 处长 副处长 课长 那下边部门多着呢 里边都有很多 就是 这个大手笔 所谓大手笔 有大材料啊 能给领导写那个 这个讲话稿的 又丑又长 官养文章啊 这个其中包括什么呢 包括请思 汇报 总结 和这个大小会的讲话 这是一个类型的 还有什么呢 还有政策研究室 政策研究室也是一个 专写 这个幕后的 策划的 这个整理 这个大材料 我们叫做大材料啊 这个一套班子 这个汪汪领导干部呢 就比较重视 这个表面文章 也重视讲话稿 而且一定要有讲话稿 因为讲错了以后 怕承担责任啊 是不是啊 这个特别是参加一些 会议场上往往的即兴发挥 有的时候 容易出事啊 因为这种政治体制 不是美国 加拿大 靠竞选 老百姓 底层老百姓 一人一票选举 选举的领导人呢 你肯定要 过关斩留将 这个走这个 程序的过程当中 你需要演讲 也有口才 又要亲自啊 钻写这个讲话 提纲 讲话口等等 这种情况 和中国的体制不一样 所以中国的官员 他就特别怕讲话 讲错话 因为讲错话要承担责任 是不是啊 因为宪法规定 这个公民有言论自由 但是刑法又规定 又删天罪 煽动颠覆 归下征签罪 所以说 或从口出在中国 是非常突出的一个啊 就一个问题啊 那何况当官的 那讲错了之后 马上就要出大事 所以呢 这个 你不论是各个 这个省的封江大利啊 你还是各个市 曲线 甚至乡镇 都有一些文人呢 就为领导服务 那为领导服务的时候 你写这些材料 领导讲完也就忘了 但是有的时候 领导讲完之后啊 略微还有一些记忆 那么为什么 习近平的讲话那种 竟引用了这个 他所讨厌的 最憎恨的啊 他最憎恨的 就是这些年轻的 要求民主的自由的年轻人 否则他就不会出台 这个强力 要出台这个反送中 镇压这个 反送中运动的老百姓 否则就不会出 就强力推出这个 港版国安法 把香港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那我估计啊 他是不知道这个词句 这个是出自于 反送中运动的年轻人 他要知道的话 他就不可能引用了 这是给他写讲话稿的 文人们啊 做的事情 那么这就进一步 我认为进一步分析 就有两种可能了 一种可能呢 是他这个 他这个给他写讲 讲话稿的发音稿 这个是一个庞大的板子 不是一两个人 我看到自由时报 这篇文章讲说是 题目是王沪宁麻烦了 说这个句子是出自于这个 对立 对立派 这个反送中的学生 这样讲王沪宁就 这个可能要倒霉 其实无所谓 为什么 王沪宁啊 不可能每一篇文章 都是王沪宁亲自写 他最多是看一看 改一改 或者定一个提纲啊 做做请思汇报 那么 撰写这些文章呢 我刚刚讲到 都是下面那些小文人 因为王沪宁那个 这个管这个意识形态啊 那官就太大了 那习近平这个秘书办呢 连丁学祥都不可能亲自写 那丁学祥下面还有一大批人呢 叫出名字的 藏在幕后的 默默无闻的 就是每天写写材料这些人 那这些人呢 由于他们可以自由的上网 因为他们都肯定会翻墙了 他为了对付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啊 和海外舆论肯定也要研究啊 军警特都在这个 渗透在这个领域肯定会翻墙 那么这些人看完之后 可能就知道这个 这个禁句 知道这个语言呢 也认为这个语言比较漂亮 所以在写这个出稿的时候啊 就可能就把这个句子写进去了 为他所用啊 利用别人这个词句 为自己的政治管谍所用 那么层层汇报上来 就是底线人写完之后 给送到上级 上级再上级送到王沪宁 王沪宁也没发现 你王沪宁是一个 给我感觉是个懒人 你看那眼睛都是直的 现在官党到这个程度了 那每天可能饭都吃不完 哪有时间那么仔细的 就看这些高界呢 大概看看也就算了 尤其习近平在这个 这个表彰会上的讲话 你想篇幅这么长 他可能大概啊 把握这个大局就完事了 那底下写的人 这是一种可能 就是什么呢 无一种泄露出去 这是一种可能 他是想帮习近平 捧捧抽脚 搞这么一个大材料 讲得好一点漂亮点 领导讲完之后 这个反响强烈 他就高兴了 养家糊口吧 这是一种可能 另一种可能 下面有什么 有两面人 就人在操影心在汉 他虽然在习近平 这个写作班子里 在他身边 但是他属于同情香港 反送中运动的 这个文人 有很多人是这样的 他很有智慧的 他和这个领导斗争的时候 明争暗斗的时候 他往往采取一些 这个春秋必法 勾集红低级黑 就很精明 干得非常漂亮 他也可能是故意的 我故意选择这么一个词句 我知道你习近平文盲啊 没有文化 看不懂 这个你看这个词句 非常漂亮 你想 世界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那习近平并不知道 他是来自香港 来自哪里 是不是啊 因为他习近平本身 就没读多了书啊 这一生都在官场上混了 是不是啊 所以说 这个下面的人 是故意给他捣蛋的 所以就把这边 这个警局放到这里边来 就让你在这个场合出丑 这是一种可能 所以说 我认为这个 这个自由时报 他这个 因为他们这些作者 未必在体制内工作过 也没给领导写过讲话稿 你想我老江这样 这个 1974年下降 到1978年 在辽宁省大连市 这个普兰殿镇 下面有一个人民公社 叫 炮子人民公社 古炮子大队 我在那插队四年 那时候就是 这个大队党这部书记啊 他这个是 他那个人比较爱才 所以爱才就是喜欢别人 有点文采啊 写文章写得好的 他就安排我做那个叫 理论辅导员 我给他们讲课 而且做那个报道员 就是这个大队啊 都有广播啊 公社都有广播啊 撰写那个稿件每天啊 当然都是都是那个那个时代 假大空那套东西 四人帮那套东西吧 我也给这个大队党这个书记啊 他姓王 叫王传宝 现在过世了 我给王传宝写过讲话稿 他一直文盲嘛 这个所以我知道这个讲话稿 产生的这个过程和程序 那个越是没有文化的人呢 越喜欢你在文章当中有一些漂亮的词句 他把这称为什么叫大名词 他有时候告诉我 小江多加点大名词啊 觉得搞得咱好一点 这个热闹一点 所以你就多给他这加上这样的 叫他好眼妆语啊 他特别高兴啊 有的时候经常念错啊 我就怕他念错 有的时候还给他注明 这个地方要注意啊 这个字是这样念的 所以说我知道这个产生的过程 那习近平不比那个打对党这个书记 水平高多少 我这几年观察 我认为他现在这个水平啊 也就是能领导两家盒子 十四亿这个大国啊 他根本德不配位 力不从心 真的 这个国家给他 真是这个太可惜了 没有办法 所以说他搞这个会议 引用一个这个香港反送中运动 年轻人的语言呢 本人认为啊 有可能就是上述两种原因呢 那么今天的海外新参节目 又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手感 再见